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跟五六十岁的女人相处时得深刻理解 秋童就是找到共同点 这能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只要你和她玩得来 聊得开 慢慢地三观也就会靠拢 有了共鸣 她自然对你越来越有好感 但别忘了 球衣也很重要 因为你周围的其他男人随时都可能成为竞争对手 你不能做个随波逐流的普通人 在这个年纪段里 差异化才是关键 你要在众多男人中凸显自己的独特性 特立独行一点 显出和别人的不同 才能让自己在她眼里显得特别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让她觉得你与众不同 那你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 物以稀为贵 越是稀缺 越能激发她对你的兴趣 这就是球同存异的艺术 差异化迎合 就是如果她是那种爱占便宜的类型 你也得学会适时引导 别让她得寸进尺 要是她是那种愿意付出的人 那你也要相应地为她付出 双向付出才能维系一段良好的关系 除此之外 理应外合也是一条捷径 要跟她的亲朋好友 闺蜜搞好关系 有时候给点小好处 让他们对你有好印象 这些人无论是嘴软还是手短 在关键时刻都可能成为你的助力 有了他们的支持 很多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 也会土崩瓦解 婚恋资源本来就稀缺 尤其是五六十岁单身又有需求的女人 你不懂技巧 只会白白让人 差异化迎合 加上理应外合 这才是让你事半功倍的诀窍 得心应手地赢得她的好感 想赢得五六十岁女人的青睐 你得把这女人缘的戏码演得妙不可言 他们心里可有个前台词 只有被其他女人追捧的男人 才算得上是优质男人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巧妙地迎合她们这一心理 既要跟周围的女人有来有往 但又不能过火 得把握好分寸 营造出为了她而疏远其他女人的效果 这么一来 不但能让她们心里头的虚荣感 被满足得满满的 还能让自己显得格外珍贵 让她们觉得你是稀有的宝贝 其实不过是懂得投其所好罢了 五六十岁的女人 尤其那些自诩阅历丰富的 最吃这一套 你让她们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个 她们就会对你刮目相看 哪怕嘴上说不清你到底好在哪 心里也早就给你贴上了非同寻常的标签 所以啊 和其他女人适当来往 表现出你的受欢迎 但关键时候又得为了她而拒绝其他女人 这招太好用了 这样既能让她觉得自己是个被重视的存在 又能让你显得独具魅力 谁不爱呢 现实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而搞笑 人们喜欢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真实的样子 而是那个经过精心设计 投其所好的形象 只要能拿你好分寸 让她觉得你是为了她才这样 那你就赢了 请告诉女儿 一个男人值不值得嫁 看这三点就够了 结婚需谨慎 年轻女孩最容易感情上头 没多想就匆匆嫁了人 但嫁人和恋爱真是两码事 想把婚姻这摊子事搞明白 你得多动动脑子 一个适合谈爱的男人 未必适合当老公 如果一个男人有以下三种特质 女人就别轻易嫁了 爱情是可以冲动的 只要爱就行 可婚姻呢 涉及财产 性格 孩子 柴米油盐 哪一件都能把你折腾得够强 如果一个男人在相处的初期 就显露出对女性的不尊重 那我劝你趁早放弃 别指望他结婚后会改 骨子里的轻视和刻板印象 可不是随便几句甜言蜜语 就能抹掉的 婚前 他可能还能隐藏一点 可是再怎么装 时间一长 在小细节里 总会露出原形 如果他连基本的尊重 都做不到 婚后只会让你受尽委屈 现实中 人的很多观念 是根深蒂固的 尤其是对女性的态度 一个男人怎么对待女人 婚后这态度 就会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觉得女人天生就该伺候人 觉得女人没资格 跟他平起平坐 这种观念 可不是说改就改的 嫁给这样的人 日子只会越过越糟 所以啊 看一个男人能不能当老公 先看他对女人的态度 如果连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 那直接淘汰 别浪费时间 你今天的果断 未来一定会感谢 有些男人 在大事上糊涂得像个没脑子的傻子 但在小事上 却惊得像个真奸 简直斤斤计较到 让人恶心 这样的男人 真不适合结婚过日子 你想想 大事上没原则 没手段 家里的重大决策 完全靠拍脑袋 但三瓜两枣的小钱上 却计较得不得了 这样的人 你怎么跟他大伙过日子 婚姻是长期的合作 两个人在一起 会遇到无数的大小事情 如果他在小事上 计较得让你喘不过气 哪怕就是几块钱的零头 都要劳到半天 但在关键时候 又拉不住这家 那日子过得能不鸡飞狗跳吗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 挑人一定得精挑细选 宁可多淘汰几个也不怕 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值了 那些在小事上抠抠嗖嗖 在大事上 没个正经态度的男人 真不值得你浪费 自己的青春和未来 老公就得找个心胸开阔 值轻重的男人 这样婚后摩擦少 幸福感才能多 有些男人 嘴上天天嚷着要赚大钱 结果一天天换日子 什么也没干成 姐妹们 如果一个男人 总是这样表现 千万别傻乎乎地嫁给他 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是良人 感情再好 孩子上学 家庭开销 都需要钱支撑 空口白话是养不活家的 我认识一个熟人的姐姐 她的老公 就是这样的典型 嘴上说着 要做生意发大财 结果家里 连基本的生活费 都拿不出 全靠这个姐姐 一个人撑着 一个男人 要是没有工作上的责任心 总是吊儿郎当的混日子 那就是在耽误自己 也在耽误伴侣 说白了 男人在家庭中 就是要承担起经济重担 这才是最起码的担当 我不是危言耸听 现实里 生活的柴米油盐 都是赤裸裸的问题 一个男人 要是整天只会画大饼 说得天花乱坠 却没有实际行动 那未来的日子 肯定是没个安稳的 婚姻是柴米油盐的考验 光有爱情可不够 责任心和实际行动 才是真正的基础 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意识 那这段关系 就是一场注定的灾难 过五十后 聪明的女人 会对这两个人好一点 赢了李子赚了面子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样一个现象 什么样的女人 就有什么样的家庭 说到底 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 五十岁后的女人 阅历丰富 智慧满满 这个时候 更要好好深耕自己 对身边的两个人好一点 这样既赢了李子 也有了面子 晚年的日子啊 就像秋后的辣椒 虽然过了最鲜嫩的时刻 但越老越有味 越老越红火 女人一旦想通了这点 生活的滋味 就会更浓更香 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婆婆不经意间看到 年轻儿媳额头上 冒出了几根白头发 那一瞬间 就像被人用针扎了一下 疼得让她说不出话来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怕被儿媳看到 赶紧走到阳台上 可那眼泪还是止不住 她心里愧疚极了 觉得没能给这小姑娘 一个富裕的生活 对不起她 一天里哭了三次 婆婆心里 只愿以后岁月 能善待她的儿媳 能让这个丫头 过得幸福平安 每一个家庭 就像是一支交响曲 五十岁的女人 手握着指挥棒 掌控着全局的和谐 男人贡献力量 女人以智慧相辅 阴阳相邪 这样的家庭 才无往不胜 其实 这位婆婆 把人世间最美好的温情 给了儿媳妇 这样的婆婆将来年老了 我相信她的媳妇 也会好好待她 爱是双向的 如果婆婆 能给儿媳妇 足够的关爱和温柔 那晚年的幸福 自然会延续在 彼此的关系里 别拿世上那些 恶毒的儿媳妇当借口 对媳妇好一点 温柔以待 是同几初 这才是聪明婆婆的做法 婆婆的晚年幸福 有时候真就 细在儿媳妇的心上 如果你能用心对待她 换来的多半也是温柔相待 这份相互的体谅和理解 才是家庭中最宝贵的东西 也是一般人往往忽略的 那些恶婆婆最后过得凄凉 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是讲究个因果 你种下什么 最后就会收获什么 聪明的女人 懂得清空仇恨和不快 只储存对方的好 就像有人说的 男人只要大方向对就行 那些小毛病小问题 有时候真没必要揪着不放 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 又凭什么苛求对方呢 聪明的女人知道 家不是论高低优劣的地方 而是两个人 共同撑起来的港湾 老公是你最值得依靠的人 他把每一滴汗水 换来的每一分钱 都交到你手里 就是想让你在这 苍茫人世间有些安全感 只有他给你的钱 是无条件的 这点别的水也比不了 就算是亲兄弟姐妹 儿女也不行 你生病了 是他拉着你的手 陪你去看病 给你端茶 倒水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你的老公 聪明的女人 不会因为老公没出息 就嫌弃他 这世界上 庸庸碌碌的人多了去了 能过得平凡又踏实 有饭吃 有自己的小窝 这就算是本事 老公有养老金 能自理身体健康 这其实就等于 人老了 还多了一份 稳定的保障 余生刮风下雨 他在你身边 你心里就安然无恙 五十以后 父母也许已经离去 儿女也有了 各自的生活 忙得没时间陪你 人生的后半段 真要是没个人作伴 那种孤独感 能把人压垮 老公 就是那个陪你走完 这漫长人生的人 对他好点 相濡以沫 相依相伴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他陪你吃过苦 也陪你想过福 他是那个在最后关头 还会在你身边的人 写作是修心之道 愿与您共享智慧 无需回报 点赞与分享 是最好的支持 有不到之处 希望您能在评论区 给我留言 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 我也迫切地希望 能与您就任何话题 进行交流 让我们一同积累福报 感恩相伴